大家好 先來跟各位分享 維克斯中文教學1-5購物車模組更新的部分 其實這也不算更新 就是它的操作介面有一些改變 一般來講我們一樣從家這邊可以選擇一個Online Store 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下方就出現一個購物袋的功能 這就是維克斯商店的模組 那下面這兩個新增產品跟一些商店的一些元素 我們這兩個先不談 先談管理商店這邊 跟上一個版本其實差不多 它只是左邊主要的選單都在左邊 首先我們先看這個產品呢 我們可以新增產品 新增產品之後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分類 比方說我們再選一個產品 好 產品 0V 價格 1 然後 3 3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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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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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试试看看 可能是说有没有其他的材质颜色或size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加其他颜色 或者他其他的颜色 什么颜色 这样子 就是说 size 以此类推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不用打 这个会 好 这个是 退货 退货声明或是一些使用的说明 这边贴打 所以说 比方说我们在用 离线 离线的货物车模组 可以用这个 货物说 货物说 1 对 站 2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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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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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